嗨大家好我是小賴 现在看到的是智云X100LED补光灯 我们都知道它的亮度跟它的柔和还有强度是不错的 那它也可以支援外接行动电源或者其他充电器来当电力的来源 如果你使用原厂的电池或者它原厂配的AC线 它是可以全力输出到百分之百 那你用行动电源你会不清楚它能不能输出到百分之百 或者是说你不想带原厂的那一组AC的电源设备的话 那如果用一般的快充头它能支援到多少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来试试看现在我们接一些行动电源跟一些充电头的出力会是什么程度 首先我先把一条可以支援快充100W的USB-C接上去 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我们使用PD充电头的时候瓦数供应不足问题 假设说这个PD充电头它是65W的可是我的线只有60W 那你的充电就只有60W可能会影响到处理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来接接看 第一个是iPhone磁吸的行动电源 它的总充电输出的瓦数是18W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能让X100有多少的出力 好开机后你会看到右上角出现一个PD18 代表说这个行动电源是18W的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来开看看它的灯 好亮了 好我们转 好最高18% 这是18W的行动电源最高是18%的出力 这个出力你用不用得到就取决于你的备用行动电源要带多少 好接下来我们测试下一个 接下来这个行动电源的容量比较大是20000mAh的 它的总输出是22.5%官方写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输出会是多少 好开机之后你看它的右上角也是18W 虽然官方写22我也不理解 先开亮 哦果然还是18W 这个22也是18W 所以都是要测试 好接下来再换一个行动电源看看 接下来是一个很老旧的行动电源 也是20000mAh我们来试试看 开机后它没有显示任何的瓦数能不能通电呢 果然它是没有快充功能的行动电源就没有办法供应X100的电 接下来是一个100W的充电头 最高可以达到100W 那我们来试试看 右上角写的PD100W我们直接看能不能支援100W好了 试试看哦 1开机好按一下50没问题再按一次100 100熄火了代表说它不能支援100 那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它极限到哪里 好先把它转低 对转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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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从50开始往上架 看它到什么时候会熄火 到70 OK 80 OK 90没问题 91 92 93 94 95 6 97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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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大家都会买这个应该不陌生 对好试试看 好上面写65瓦 官方写65瓦 他判断是65瓦 好没关系看能不能支撑到65瓦的处理 65 哦可以哦 看能不能再往上加 不行了 他不让我动了 我怎么转 他都只会卡在65瓦 所以65瓦的处理 是没有问题 等于说65瓦的快冲头 就是给你65%的处理 这样子就很好判断了 除了100 9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 这个是35瓦的快冲头 我们来试试看 好他上面写35瓦 嗯不错 这个厂商的规格跟他赌到的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达到35了 对35就不能再动了 那代表还蛮准的 OK 接下来换下一个 这个是17瓦的头 我们来试试看 他没有写快充 那能开机吗 果然不行 他一定要有快充的规格才有办法 他只能开荧幕而已 直接不供电 所以还是要18瓦以上才行 因为那个是15瓦的 早期的15瓦的快充头 所以要18瓦以上才可以 今天的测试告诉我们 智云的X100 使用外接行动电源 或外接AC的时候 如果不是用原厂的 那就是看瓦数来判断 能得到多少的灯光处力 原厂的电池 我还是觉得是最可靠的 毕竟他可以撑得比较久 但如果说你要长时间100出力的话 他只有30分钟 应该是不太够 只要带着AC AC线 当然你带原厂那组是最好的 不过他有点大 你也可以配套 使用其他的行动 充电来支持 也许60瓦的快充头 给你60%的出力 够你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少带一点东西 这样 其实负担也会降近很多 好 今天测试就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